2位 2位 在沙漠里行走也是挺艰难的 而且只有一瓶水 我不抱有什么希望 就当作一次旅游吧 这里是位于内蒙古的塔敏茶干沙漠 今天王爽和春国就要在这个宿有八百里汉海 魔鬼之沙的地方完成他们保卫爱情的任务 虽然出发地到达水源地只有五公里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你们好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在这个荒芜人烟的沙漠 徒步行走到水源地 任务的过程中你们只有一瓶水 希望在任务的过程中 两位能够从中有所体会 那么现在我们的任务马上开始 任务开始之后 春国独自一人向前走 和王爽没有一丝的交流 甚至都不愿多看彼此一眼 从他眼神中我们看到的 更多的是冷漠与陌生 王爽几次向前示好 春国都没有回应 累不累啊 也许此时春国对这段已经枯萎了的婚姻 没有了任何期待 沙漠的环境非常恶劣 在沙漠中行走一公里 相当于在平地上行走三公里 漫天的风沙让两人睁不开眼睛 流动的沙子让他们举步围歼 刚刚走了不到一公里的王爽 就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脚底开始打滑 也许是不忍看着西子太过辛苦 春国拿出他们仅有的一瓶水递给王爽 但是春国的一份好意 就让两人的关系更加滑了 长时间的争吵已经让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关心什么是责备 而取而代之的是对彼此的埋怨 此时两人的心就像沙漠里的沙子一样 再也无法粘合在一起